開始了嗎? 他一說話就開始了 我們這組是用模擬的方式去投影到這上面 我們去模擬它經過跟行人走過去 就是模擬的方式 去呈現在動畫上 然後我們的目的是在行人走過的時候 如果有車要來的話 車要來的話是可以做一個提前的預警 提前的警示 讓駕駛人後的這些人做迴避的動作 或是提供一下身體 如果我們現在在那裡做 他如果要提供我說 他會發送的聲音 這樣去警示 用路人跟駕駛做 提前的運動 那其實這套系統可以用來提供 也可以用在駕駛上 他也可以用在駕駛上 所以就是交到銀行都可以用 但指標好一點 可以用來提供 讓他得到警示的效果 我們在座的時候碰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門外線它的範圍的意思 跟這個 座標的範圍的意思 它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大概一千多 然後這個是一種四環的範圍值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數學的辦法去換算 然後去捏到就是這裡 然後就是這個值去換算成這裡的做焦 然後我們怕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不會用空閉器 然後所以說我們用了就是數位輸出 然後就是高一點點 然後就是給延遲的方式 讓它就是可以震動 去震動 然後去震動 然後就是在這個模擬上面 模擬這個型的手動跟設置 你們設定的情境 或者是說你想要的情境 是大概距離多近的時候會有情勢 因為現在我看不出你是什麼時候會有情勢 只有帶出說好像有人的時候要情勢 對不對 嗯 差不多 這其實是設定可以去調整 所以我來說你們的設定 或者是說假設沒有就是 那你們想像應該是怎麼樣的距離 或者情勢的時候就開始提示了 你的想法 大概 你說在現實中 因為你這邊我現在看不出 有這樣的設定嗎 沒有嗎 動畫裡面也沒有這樣聯合的設定 那就是 那個控制那個人跟車子 在那邊移動 對不對 對不對 對於這個主題是 對於交通的安全的提升 有做到的呢 是不是 就是我們會 只要就是 檢視 就是可以去看 就是可以去 可以去看 就是提前去 提前去預警 用路的那個價值 就是 比如說我們設一個 它距離多少公尺 或者是 或者是多接近的時候 我們去做這個檢視 那要亮點 或者是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是 我們是 預想大概 幾公尺啊 兩公尺 兩公尺 五公尺 五公尺 要顯示出來 大概多少 多少 顯示那個數字 如果顯示數字的話 呢 沒有 沒有 大家表現出來 有 一手放 看一下 還是會叫 因為 因為現在 現在是 它會 因為這個距離 我是用距離偵測 它會自動跑到那邊 所以你這兩個偵測器 就是讓我們來 來 來 控制那個 控制那個 模擬那個環境 我想問你一個 設計思考的問題 就是說 你在 這是你的模擬 但是在真實情境有沒有實現 有可能 你在路上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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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有一個偵測 阿 那 我 可能 放在 那 這邊 在 後面 那 車子 來 有時候我們會用地面下來 因為你不能 特殊 加強 這可以做到成績 因為我們模擬是一種情形 像我會想到說在真實情況下 是這種情況 所以其實不能使用你的紅外線 因為道路上不能有所注意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什麼 就是要用加強或是有其他人之類的 那你們還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是你們有想到 或是在這裡沒有紅外線 有沒有收到什麼 那不然交通安全和行李橋 我們是想要讓它收到警示的功能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沒辦法去控制車輛讓它停止 所以這是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只能想辦法去警示 避免 或者是讓發生意外 在基地降 如果最好的話 大概就是 電動車是起始的 那其實如果 全部都用成一個互聯網的系統的話 那我們可以控制車輛 去停止車輛的話 也是也是一個 我是覺得最好的方法 我覺得 Sterling 就是他們自己玩的 還在這哪裡 こう específic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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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hacked Berlin wood